就剛剛提到的 像Rain 向下追蹤這個蠻重要的 如果我是建議你可以試著自己打打看 那你按下點它會自動提示 其實它裡面 VBA 裡面有一些優點 就是說有些地方會提示 只要你看到提示 照著提示上面給的訊息 你把它填上去 基本上相對程式就比較不容易出錯 那另外的話分別輸出 D 藍 F 藍 G 藍 那輸出的公式在這一串 那相關規則就我剛剛講的 總共有兩個來 也就是說如果你要輸出公式的話 可能要注意一下 雙引號一定要變成兩個雙引號 然後 G 的 2 後面的數字 可能要把它改成這個 改成 I 也就是把 I 的這個數字 串在文字當中 主要原因你想說老師為什麼這樣串 因為主要是 I 是個數字 那我們剛剛公式是一串文字 如果你要把數字放在文字裡面 你就必須用串接 這個是它的一個規則 可能要注意一下 那接下來的話 我們這個做完之後 最後我們就來到另外一個重頭戲 就是說我如果假設輸出 那我現在輸出的話 等於是輸出三個公式 輸出到三個欄櫃裡面去 然後反覆反覆的幫我輸進去 可是如果今天我不想要用什麼 用這個公式 我希望可不可以用 VBA 幫我完成這件事情 那這個跟我們前一個範例 就是 151 截取瓜葫中自串 有點類似 也就是說前面我們好像有用到 這個 FINE 函數有沒有 那如果說你要把它轉換成 VBA的話 也就是說如果你要找 VBA裡面的 那個函數的話 那我們前面有用到另外一個函數嗎 有沒有 VBA它沒有 FINE 但是它有另外一個叫什麼 叫 INSTREP 有沒有 用這個函數的話呢 去幫我找這個資料裡面 有沒有哪一個關鍵字 其實道理是差不多 只是說 INSTREP函數呢 它的參數順序 剛好跟 FINE 顛倒 它要是先去哪邊找 找什麼關鍵字 OK 所以可能顛倒一下 那一樣可以完成我們的 VBA 那這第一個就是把 FINE 改成 INSTREP 第二的話 IF L IF L的話是邏輯 可是在 VBA裡面 沒有 IF L 那怎麼辦 沒關係 我們可以用邏輯去取代 邏輯的話呢 也就是說我們可以利用什麼 VBA裡面所謂的多重邏輯 也就是說假如你遇到狀況 它可能有不只一個可能性的話 它有多個可能性 那你可以用 VBA裡面的那個多重邏輯來做 那怎麼做 接下來我來看一下 那這個也是今天要講的相對比較難的 就大概長這樣 有沒有 連不然就是 IF 然後其他第二個可能性 有沒有發現在 IF的前面多一個L 然後再L 也就是說第一個可能 那其次 再其次 OK 那寫法大概是這樣 那怎麼寫 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 首先的話呢 第一個我們一樣 把那個 再增加一個SARB 這個SARB名稱的話 也許就是叫做SARB 年區入街道好了 OK 後面沒有底線公式 那第二的話呢 我們就Enter之後 它會幫我加EndSARB 接下來的話呢 一樣跟它講說 我的範圍 就是從第二列到最下面 所以其實你可以怎麼 拿這個FOR圍圈 複製到這裡 然後Enter兩下 一樣打個NASTER OK 跟它講說 頭在這裡 尾巴在這裡 那做什麼呢 接下來的話呢 就是先處理啦 其實理論上一樣 我們需要處理 三個欄位的資料 但是呢 就不是輸出公式 也就是說 把剛剛這三個輸出公式 分別轉換成VBA裡面的寫法 OK 所以這個地方 那意思就是說 輸出的時候 就不是輸出一串公式 而是輸出 處理完之後的結果 OK 那怎麼做 接下來 當然總共會有三個欄位 那我們先處理這個欄位 G欄 可是G欄要怎麼輸出 其實你可以拿這個 我習慣是把它複製過來 然後後面加一個雙 先這樣 這個要清除 那可是如果說 我要輸出的話 第一個當然我 思考一下就是說 那我需要知道說 前面的 比如說這一串 這個道路 我一樣的邏輯就是說 我需要知道前面這個字的位置 那前面我們151裡面 不知道各位還沒印象 錢瓜阿虎的部分有沒有 那其實有點類似這個 那我是把錢瓜阿虎的位置 放在一個A的變數裡面 有沒有 A等於這個位置 那B的話呢 就是後瓜阿虎的位置 有沒有 那就等於B啦 所以其實寫法有點類似 先找到A的位置 再找到B的位置 那可是問題 我在那個VBA裡面如何撰寫 就是如何找到那個A 就是前 那是錢瓜阿虎的位置 那這裡不是錢瓜 這裡是什麼 先找什麼 找零 再找裡 再找區 那所以寫的方法是這樣 如果 所以前面一樣 如果if 找一下 有沒有 這個零這個字 那零的字怎麼找呢 你其實不能用fine 所以我們可以用 VBA.in3 你們還記得這個吧 這個上上禮拜有提到 所以如果你假設這個部分 比較不熟悉的話 回頭看一下上禮拜的影片 那找的話 一樣是給類似上fine函數 兩個參數 只是說 先去哪邊找 先到這裡面找 這裡的話是 Sales 所以剛剛講說 哪個儲存格啊 Sales 儲存格 是在h欄 所以I列的h欄 跟他講說 你幫我在地址這個欄位裡面找 先找一下 有沒有零這個字 如果有零的話 那就幫我把零這個位置記下來 所以這邊一樣找一個零 OK 但是有一種可能性 就是說如果沒有找到的話 跟有找到有什麼差別 跟各位講一下 如果找不到是等於零 可是問題喔 我們理論上是要找到 把找到的位置記下來 所以這邊的話 我想的一個方法 就是找不等於零的 不等於零的意思是說 他有找到有零這個字喔 等於零就是找不到 如果他找到的話 then 然後做什麼 enter 這邊的話 如果找到 如果找到 這邊後面找一個後刮符 OK 所以 in3找這個第一個參數 do點第二個參數 然後記得後面要後刮符 這樣才完整 找完之後呢 不等於零 表示有找到的話 那我就把他的位置記下來 所以A放在哪裡呢 放A裡面 A等於什麼呢 找到的位置 就把A找到的位置 就是這一串 上面這個 他找到的位置 把它存進 存到這裡面來 所以啊 等於是把上面這個 再寫一次 把他的位置存到A OK 那接下來 當然呢 如果找不到零怎麼辦 等於零 好 沒關係 你繼續幫我找理 那怎麼繼續找理 跟各位講一下 其實有個簡單的寫法 請你把這兩行複製一下 然後呢 再貼 貼到底下 那當然跟各位講一下 VBA裡面不能有 同時兩個一幅 所以你第二個的話 請你加一個AOIF 加AELSE 這裡有點像 第一次先找 第二次你就幫我找下一個 貼上之後的話 改一下就可以了 找到改什麼 這邊改成零 如果找不到零 那你就幫我找理看看 OK 這邊一樣找零 有沒有 好 那同樣的方式 那如果第三次 如果你還找不到呢 那就幫我找趨 所以找趨怎麼改 很簡單 把這兩行複製一下 貼到它下方 貼上 然後呢 把這邊改成趨就可以了 OK 也就是說啦 找不到繼續找 所以跟各位講一下 這個方法滿好用的 記得最後一定要加一個 最後一定要加一個ENDEF 結束這個IF的邏輯判斷 一定要加ENDEF 好 所以記得頭在這裡 尾巴在這裡 這個是其次 這個是再其次 OK 所以跟各位講 如果以後呢 假設你要找的資料 還有第四種可能的話 那你就繼續再AOCEF 如果第五種呢 AOCEF 反正你就一直AOCEF 下就對了 所以這個寫法其實並不困難 主要是前面這個要先寫完 然後再貼 有沒有 前面加ELSE OK 好 那同樣的方法 你可以把IF到ENDEF 複製一下 為什麼複製 其實邏輯跟那個 前面我們在貼 那個什麼呢 路接道到底是 因為其實 邻里區跟路接道 其實概念邏輯是一樣的 所以我直接拿上面來改 那這邊把它改什麼 改成路接道 好 這邊改路 接 到 到 OK 那記得 那個位置就不是存在A了 因為A是前面那個字 那這邊的話 再多一個變數叫B好了 OK 所以前面那個字放在A 後面那個字放在B 那做完之後的話 我們再利用什麼 用MID 所以喔 居欄應該怎麼輸出呢 居欄實際上就是VBA A點 這個VBA點加不加沒關係啦 你可以怎麼樣 我要抓什麼呢 哪個資料 就是 這個儲存格 這個儲存格 這個儲存格就是Sales ID的H欄 我要抓這個喔 然後呢 第幾個字 我要從 什麼 第幾個字啊 前面那個字 所以A嘛 的下一個字 零里區 的下一個 加1 痘點 要幾個字啊 從路接道的位置 減掉那個零里區的位置 所以B 減掉 A 這個應該在前面那個 有用到 一樣的概念 所以基本上喔 這個寫法 只是說 把之前的 這個 這個規則喔 改成用VBA裡面 再實做一次 所以你會發現喔 做完之後 先把這個 就字要先刪掉一下 這邊空的喔 那我就把它 讓它跑跑看 理論上執行的話 應該這邊喔 就出現了 OK喔 那因為跑的數量3000多比 所以 OK 執行一下 出現了 那你看一下 理論上應該OK 而且裡面並不是 像前面是用公式 它是輸出結果而已 但是喔 還有一個地方喔 年跟區怎麼辦 而且年跟區OK啊 年跟區的話 其實看你要寫在後面 寫在Sales的下方 還是寫在它的上方 其實都可以啦 比如說我們這個做完 我們再做這個好了 這個是D欄好了 那你D欄要輸出什麼 Labs嘛 所以其實 在我們的公式裡面 是Labs 所以其實在這邊的話 應該什麼 也可以用VBA VBA裡面也有Labs 所以Labs 然後處理完再丟喔 那資料在哪裡 資料在這個儲存格 這個儲存格就是 Sales ID的C欄 它在C欄裡面 然後幾個字 總共要三個字 所以豆點三就可以了 好 這樣的話 等於就是 用VBA輸出 那個Labs的結果 然後這個的話 區的話 其實也是 一樣的道理 F欄 等於什麼呢 等於一樣 看你要不要加VBA VBA點 然後記得MID 拿一個儲存格 這個儲存格 所以是Sales ID的H欄 地址裡面 那要幾個字 要從第幾個字 從第四個字 取三個字 好 那這樣的話基本上 就完成了 那也就是說啦 我們第三個 就是再把那個年區路街道 還是分別把它做出來 執行看看 這樣就輸出了 跟上面的輸出公式 最大的差別 就是這個是最後的結果 OK 另外好像還有一個地方 不太一樣 你會發現 用Labs切割之後 丟過來 在Excel裡面 它是靠所對齊 可是你會發現 這邊丟過來 它居然靠右對齊 丟過來的資料 變成一個數字 所以這個也是差異 我幫各位特別注意 好 那這一段程式 我會把它放在那個 也是這樣雲端上面 所以請各位試試看 把這一段 試著把它完成 OK 放在雲端白板這邊 所以是這一段